中印边境持续的紧张 中国大陆西藏当然是 整个对峙后方最重要的 后勤之源的所在 但您来看到谁闯进了 唐古拉山的这个营区 居然是大宗雄 可怕的是你看 他非常精细的可以用他的利爪 用他的所有身上的一切的攻击 撕碎了帐篷闯了进去 那后来呢 大宗雄闯入营区之后 大肆破坏 只见他身子朝上帐篷 不断用爪子和利尺 咬帐篷和物资 更大力把木板扳开 还好当时帐篷里没有人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大陆央视公布这段画面 是武警卫在西藏 那曲唐古拉中队营区 这个营区是大陆武警部队 海拔最高的建制中队 平时驻扎在这的军人 要忍受高寒缺氧 还得应付野生动物 大陆网友说这一只中雄 可能会威胁到军人的生命 还有网友调侃军营 这么容易就可以入侵吗 该营班长表示 他们已经针对营区加固 但每一次都被破坏 基于对生命的尊重 就算把门封死堵死 也不愿意伤害动物 我们持续来关注台湾的车市 好热闹 这一次是油电车要来大抢市 最吸引人购买的一句slogan 他们讲出了 市区行驶完全不用吃到任何一滴油 有加厉害 我们就来看看来自于日系 韩系跟欧系的SUV 跨界的这个油电混合休旅车 超级比一比 台湾车市吹起油电风 现代这台销休旅 外观抢眼 油耗表现更是亮眼 这台油电车呢 原厂给的数据 在市区平均油耗 可以来到26.7公里 而且呢 完全不耗任何一滴油 全靠电力来行驶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就带你上车来实测 叫做青彩 他都在存电 他现在告诉你 我现在是用电池启动发动机 再给引擎动力 开在市区道路 时速一路来到77公里 纯电模式就能应付 原来是靠行驶时 引擎和刹车动能 自动回补电力 所以也不用另外充电 班刚发动引擎的时候 这台车也会以纯电模式 状况下去做行驶 那假设今天你想要 有点加速的力道 或是爬坡的话 只要你油门稍微 再重彩一点的时候 电脑会自动侦测 切换成油加电的模式 但要说今年度话题最强油电车 Toyota这台新一代神车 每公升可以跑到21.9公里 比起一般油车 平均两周加一次油 这台省油一倍 四周才要加一次 切单的部分是7700台 那汽油版的部分 是占了70% 油电车差不多占了30% 我们希望可以达到40%左右的目标 就是汽油版60 油电车40%的目标 再来看看Vovo这台欧系油电休旅车 油耗50公里 没听错 纯电模式下 急速还能来到125公里 换句话说 只靠电力就跑得跟火车一样快 各大车商竞争猛烈 因为节能省油 就是吸引消费者的最大关键 东森才电信网 配合中 宇瑞台北采访报道 信锅的来吃锅 这不是绕口令 这是火锅业者最新的一个 懒客的方案 来看到是台湾一年的火锅商机 高达了500亿 现在有火锅店的业者说 来 信锅的男生女生大人小孩 都欢迎进到店里来消费 八折优惠 除此之外 我们还看到了有新开幕的这个业者 他们推出每天前五十名的消费者 五折优待你 超华丽肉盘统统丢到鸳鸯锅中 天气越冷火锅卖得越热 现在有业者也强打郭家族们 到指定分店就能打八折优惠 吃过巧克力的和牛 放到麻辣锅中肉质更软嫩 还有巨无霸的牛奶背 十一月的寿星几岁就送几颗 他网路上他们粉砖啊 有po活动 早上一些新闻也其实也有报道 早上就想说刚好自己信国 就就朋友一起来用餐 嘿 虾之滑豆子 正正古生在秀出招待的虾之滑 但光靠食物稀客还不够 就连娃娃机也搬进火锅店 看看我这次夹到的是天使红虾 不管是下次消费 或者是现场想要来加菜都可以 同样打出优惠站的还有这家韩式餐厅 六色年糕牛猪肉一次下锅 再搭配韩式拉面 这个顶配版的部队锅 外围还有融化的起司 坎西到天边 不只包肉吃很邪恶 还能和火腿泡菜变身成韩式炒饭 新的分店最多下沙五折 年糕吧 我蛮喜欢吃年糕的 会啊 因为我平常都 就是平常不会吃超过200块的东西吧 火锅控真的要冲一波 包含下部和两餐刚好在桃园展店 双双都祭出优惠 而插旗市民大道的前都 开幕前两周也可以打八五折 只要姓名有姓郭的 不管是男生女生 只要约朋友来用餐 我们都会打八折的优惠 我们预估这一次可能会带动 大概三成以上的业绩 业者端出好康 要在转东之际抓住吃货的心 东森台经新闻 许小族许巾游台北采访报导 台海日益紧张在共击接连扰台车轮战 逼迫我们包含了演训 包含了所有的战备任务 越来越紧的同时 今天发生了这一起不幸的意外 看到台东制航基地 29岁的年轻飞官朱冠蒙 驾着步驯的飞机F-51 今天才刚刚从制航基地 拉起来两分钟 飞进了太平洋就坠海 他是有启动跳伞 但是落海之后 把他救起来 还是宣告不治 救护车紧急赶到医院 将飞官朱冠蒙送医救援 但朱冠蒙伤势严重 经过两个小时抢救后 还是宣告不治 全部过程中 大概一路上他上飞机 可以确定的是 他当时是没有意识的 战机出现异常 朱冠蒙火速将F-51开往海边 弹射跳伞逃生 最后飞机坠入海面 外传朱冠蒙会这么做 全是为了救村民 他可以跳伞 但是他跳的话 那一台飞机会掉到 跑到尾的后面 有十几户人家 村民们感激朱冠蒙 宛如英雄般舍身救人 因为飞机要是坠入 加入兰村落 恐怕会影响十几户人家 但主管蒙明明在起飞两分钟内 迅速弹射跳伞 为何还是选职 如果说飞机是一个 急速下降 我们叫副向量的时候 它也会造成 开闪的时机会变成延后 前飞行官余浩伟认为 要是弹射跳伞贴近地面 一般来说都会成功 但如果飞机急速下降 过程中飞行员可能因为 飞机角度速度 以及姿态等影响 弹射后散开 再加上散绳张力 就可能导致失败 即使是号称是零零弹射仪 并不一定保证 说你弹射跳伞之后 可以按照这个最佳的情况 来这个落海 外界甚至一度传出 主管蒙是因为绳子残住脚 吃水过多才会丧命 但国防部强调 这些都是未经证实的传言 检察官调查后 也发现主管蒙头部重伤 导致颅内出血 中枢神经 休克死亡 就是他的航空生理训练 任务提示等等 都是合乎规定的 战绩坠海过程到底如何发生 一切还有待调查 但主管蒙尽责执行任务 却因公殉职 英勇行为将永存 国人行踪 东森新闻众和报道 看到联电在2018年 遭到美国的司法部指控 他跟中国福建进华 共同窃取了美光的营业秘密 现在判决出炉 联电必须支付 6000万美元的罚金 同时缓刑三年 这也创下了这一类诉讼判决 第二高的罚款 美国司法部大政杖 指控联电和中国福建进华 共同窃取并持有美光的营业秘密 起诉三名联电员工 如今事隔两年 判决结果也出炉了 联电承认侵害营业秘密 同意支付美国政府6000万美元 大约台币17亿元 这也创下了美国刑事 商业秘密诉讼中的第二大罚款 另外联电强调 将在这三年自主管理的缓刑期间内 和司法部合作 双方也顺利达成和解 而这6000万美元的罚金 对于联电可能也松了一口气 因为当时美光曾经主张过 200亿美元以上的罚金 完全超过了联电的资产 另外外界初估 如果用商业间谍罪定罪的话 最低的罚金也要10亿美元 对联电来讲 其实影响是非常轻微的 而且事实上就是说 因为它的损失远低于原先的预估 所以这个应该可以把它解读 成一个利空出境 对此联电董事长洪佳聪也表示 当高层一发现员工不当行为时 就采取了内部调查 并防止未经授权的资讯遭到外流 因此对于达成协议感到非常欣慰 但公司对于内部控管 还是得上井发调 否则下次恐怕不是6000万美元 就能了事 东森财经新闻总和报道 今天我们下期待 本来的队是有关系列的 本来的队是有关系列的 小时候 长期的队是有关系列的